顧家庭 古大律師 跟李念祖 古大律師的講評 今天真的是非常簡單 我們三個老骨頭仲裁人 可以說都是非常開心 看到後繼有人 我們希望新進的仲裁人 能夠一批一批出現 仲裁的前景是無限的 我們可以看到後繼間 仲裁已經是成為一個重要的主流 以後會有更多的仲裁案件 從原來想要訴訟前走向仲裁 我們既然在這邊做講評 我們當然不能公布 講講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這個給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雙方可能還是 腦筋還欠在 惡勒剛的這種辯論思維 惡勒剛的辯論 評論人 評論人 是 室外 第三者 兩邊辯論 根本不去看那個評論人 就看了對方 這個我小時候 跟一個一樣的時候 我也玩 惡勒剛的這個辯論的這個活動 反正講 滴水不漏的意思講 講到對方根本聽也聽不懂 回合不出來 我覺得 可是這個東西 在訴訟的場所 在仲裁場的行動 訴訟的場所 你面對的對象 是坐在牌上的那個法官 仲裁人 對方有沒有聽過我的話 是另外一件事 我的重點就是要把我的觀點 完全說服 坐在牌上那邊進去 對這個辯論的技巧 跟方向很一樣 這一點我覺得是 知道嗎 可能已經習慣了這個惡勒剛的這種辯論 忽略了我們今天的這個方式 當然今天我們的這個會場 我們是用仲裁的一般的習慣 是這麼一個馬跡型的 這種安排的方式 其實你要去看法院的安排的方式 這個原告被告是 是面對法庭的 那你的習慣馬上會警覺 好像很一樣 大家這個事情可能要注意 那這個今天我們的這個題目裡頭 其實有幾道 幾道關鍵的東西方面 第一個是 那個相對人要交付主題 能做到 所以一開頭 這個安排就已經拖延了 那可是呢 相對人的這個部分裡頭 隱含了一個部分 是只有四分之一的 有四分之一的土地的交付 能不能夠做整個案件 他要推演的一種原因 這個雙方不互相 就沒有去談論 這本來是一個雙方不互相 一個蠻有意思的 那第二段呢 就跑到這個 這個競逐廠啊 受到了幸福港的這個開批 它吸引了大量的這個 從石道裡面去填那個港口 所以就變成 沒有這個需求 往這個競逐廠去搜 這個整個的契約的規劃 有一點點像POPI 那因為申請人 是要向相對人交 一億多的這個權利金 那這個申請人 錢從哪裡賺呢 是人家來契徒 是我跟契徒的人交錢 這樣賺錢 這個整個故事的規劃 也可以啊 那因為企圖要拿去幸福港去天堂 所以企圖廠就沒有人來 你就拿不到錢 所以你們要求解約 要求返還這個權利金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你們假如說 是要真正要在法庭裡面變成的時候 這幾個關鍵的 一步一步 都要站在 生幾個站在生幾個人的地方 完全說 我的想法 我的主張 你不會去替相對人想 他們某些也是對的 不會 因為他們也是對的 都不會有他們想 或者由仲裁體來考 那相對人也是一樣 相對人不會 相對人 相對人 我聽到 相對人講的是 沒有 我們 我們不是不可以談 我們不是 這些話 其實在法庭裡面 一定會聽不到 會不會去做讓步的事情 你會在 前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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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調解 一些事情去做 那法庭裡面就說 我完全沒有說 我能做的 我都做完了 至於說是該怎麼樣 我都做完 所以這 這個 跟俄羅達人的 關節 一樣 那這個 剛才 剛才 我們 李宗才 講到 陳信元 我們 我們今天的設計 設計 這兩個 都是 都是國隊的廠商 假如進來的廠商 一個是英國的廠商 他腦袋裡面裝的是英美法 英美法的契約裡面是沒有誠信的 所以要由你們自己來定業的當事人 要去注意這個企業裡面對我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風險 自己當事人要去負責檢查風險 那 陳信元 都是大陸進去的東西 所以 假如說 我們這個 這個場景 變成了國際的一個總裁案件的時候 就會把 準具法 跑進來 那就更熱鬧 更複雜 所以 總裁案件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法律人的生涯 所以 那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可以有不同的 這個 學習 所以我們 我們一直很希望 能夠透過 那個 那個 仲裁的模擬品的方式 來推動 推動仲裁 那今天 兩隊都表現得非常好 尤其是 剛剛起步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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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 如果繼續 這 我們 我們已經 開始 拿到 一個 慢慢要在那個場所 要 要 訓練自己 在這種場所裡面 怎麼樣能夠輕鬆自在 能夠把自己的思維 能夠挑釁地把它呈現出來 來 以去 最後的 判斷的勝利 這是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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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都能夠 恭喜 讓雙方 可以 帶來 今天 非常優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